Hallelujah,大家平安 Hallelujah,大家平安 晚上我们一起来学习净水不足的地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浸水不足的地 来看真言的三十章 看真言三十章 真言三十章我们看十五节 真言三十章十五节 三十章十五节 三十章十五节 十五节 马王有两个女儿上雪 吸啊吸啊 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雪旧的 共有四样 十六节 十六节 就是因监和石胎 浸水不足的地并火 这里在讲知足的问题 这里在讲知足的问题 有些人不知足 一天到晚只讲给我给我 有些人不知足 一天到刻只讲给我给我 那这样的生活是很痛苦 这样的生活是很痛苦 这里有讲三样不知足的 这里有讲三样不知足的 就是因监石胎 还有浸水不足的地 那因监石胎我们已经查考过 晚上我们来谈浸水不足的地 那我们来看浸水不足的地 地浸水不足地就会坚硬 这样子就没办法耕种 那这个主要就是在讲我们人的心地 这个主要是讲人的心地 如果是一种饥渴不满足的状态 如果是饥渴不满足的状态 这样心灵是软弱的 那心灵是软弱的 就没有力量能够行到 我们俗语有话这样讲 我们俗语有话这样讲 知足常乐 不知足就会感觉痛苦 不知足就会感觉痛苦 那浸水不足的地就是不知足 浸水不足的地就是不知足 那这样的心地就会常常觉得痛苦 这样的心地就会常常觉得痛苦 因此我们在信仰上要追求能够知足 因此我们在信仰上要追求能够知足 那为什么人常常会觉得不知足呢 为什么人常常会觉得不知足呢 有几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阿摩斯书的第八章 我们先来看阿摩斯书第八章 阿摩斯书第八章 阿摩斯书第八章 九月一千零七十九面 阿摩斯书八章看十一节 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 八章十一节十一节 主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我必命 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饼 干壳非因没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这里讲到饥荒要降在地上 这里讲到饥荒要降在地上 这里所讲的是心灵上的饥荒 这里所讲的是心灵上的饥荒 饥荒的日子不下雨 饥荒的日子不下雨 地非常的干硬 地非常的干硬 什么也没办法耕种 什么都没办法耕种 以物质上来讲 以物质上来讲 这样就发生饥荒 这样就发生饥荒 因为没有食物能够缩成 因为没有食物能够收成 那属灵上也是一样 属灵上也都一样 一个人的心如果饥荒 一个人的心如果饥荒 就是会感觉饥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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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心灵上感觉空虚 就是心灵上感觉空虚 就是不会知足 就是不会知足 不会快乐 不会快乐 那这样的心灵是很软弱的 这样的心灵是很软弱的 这样的心灵 这个神的话是没办法栽种的 这样的心灵神的话是没办法栽种 也没办法得到说成 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这里讲说因为不听神的话 所以一个人心中缺少神的话 所以一个人心中缺少神的话 这个人的心灵就会软弱 缺少神的话 那个心就不能得到满足 也就是讲这个物质的东西 实际上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心 就是物质上的东西 实际上不可以真正满足我们的心 神的话才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 神的话才可以真正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 所以当一个人不看重神的话 所以当一个人不看重神的话 只是追求世上的种种富贵 荣华富贵享受 只是会追求世上种种荣华富贵享受 看起来好像很幸福 看起来好像很幸福 其实这种人会活得很痛苦 但其实这种人会活得很痛苦 因为他的心不可能得到满足 因为他的心不可能得到满足 就好像处在饥荒一样 就好像处在饥荒一样 这样是很可怜的 也是很痛苦 也是很痛苦 我们可以来看真言的十五章 我们可以看真言十五章 真言十五章我们看十六节 真言十五章十六节 十五章十六节 小有财宝敬畏耶和华 强余多有财宝 烦乱不安 十七节 这里讲少有财宝敬畏神 强过多有财宝 强乱不安 那为什么能敬畏神 为什么会敬畏神 就是心中有神的话 我们有神的话 在心里自然就知道要敬畏神 我们有神的话 在心里自然知道要敬畏神 因为神的话 会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因为神的话 会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晓得得救的重要 得救的宝贵 自然我们就晓得要敬畏神 来守神的道 这样才能完成得救的工作 这样才能完成得救的工作 一个人晓得敬畏神的时候 一个人晓得敬畏神的时候 就胜过多有财宝 怀乱不安 就胜过多有财宝 烦乱不安 虽然他赚的钱不多 虽然他赚的钱不多 但是心里很平安 但他心里很平安 过得很快乐 有些人只是看重钱财的追求 有些人只是看重钱财的追求 为了追求钱财而忙乱 为了追求钱财而忙乱 没有心思来追求信仰 他没有心思去追求信仰 因此就缺少神的话 缺少神的话 缺少神的话 心就自然软弱 就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 就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 这样子心怀乱不安 那么心怀乱不安 表面上看好像赚了不少钱 表面上看得好像赚了不少钱 但其实反而是更不幸 但其实反而更不幸 因为那个心是怀乱不安 因为心是怀乱不安 一个人心怀乱不安 过得不快乐 一个人心怀乱不安 过得不快乐 虽然赚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 虽然赚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更重要的是信仰 所以更重要的是信仰 心中有神的话 心中有神的话 比赚更多的钱更重要 比赚更加多的钱更重要 所以不要为了多赚一点钱 而把信仰放在一边 所以不要为了赚多点钱 而将信仰放在一边 影响到我们道理的追求 影响到我们道理的追求 其实这种做法得不偿失 其实这种做法得不偿失 宁可为了多听些道理 宁可为了多听些道理 多宁受道理 多宁受道理 钱赚少一点没关系 赚少少钱不要紧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建立的价值观念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建立的价值观念 这样才是正确 对我们本身才是更好 对我们本身才是更加好 所以我们要更看重道理的追求 所以我们要更加看重道理的追求 胜过钱财的追求 多过钱财的追求 这样你才会获得心理又平安 这样我们才会获得心理又平安 才会获得快乐 才会获得快乐 这样你才会感觉生活幸福 那十七节说吃蔬菜彼此相爱 十七节说吃蔬菜彼此相爱 胜过吃肥牛彼此相恨 虽然吃得不好 虽然吃得不好 因为赚的钱少一点 因为赚的钱少一点 吃得简单一点 吃得简单一点 虽然是这样 虽然是这样 心中有神的道 心中有神的道 晓得敬神就晓得爱人 晓得敬神就晓得爱人 心中有神的爱 那一家人能够彼此相爱 一家人能够彼此相爱 这样一家人就会觉得很快乐 一家人就觉得很快乐 就会觉得很幸福 就觉得很幸福 那虽然钱财很多 虽然钱财很多 可以吃得很好 可以吃得很好 这里讲吃肥牛就吃得很好的意思 这个说吃肥牛 就是吃得很好的意思 但是因为缺少爱 但因为缺少爱 一家人不相爱 一家人不相爱 甚至还彼此相恨 这样子 虽然吃得那么好 也快乐不起 虽然吃得很好 但是都快乐不起你 所以一个人的快乐 所以一个人的快乐 一个人的幸福 一个人的幸福 不是说你住得很好 你吃得很好 你就会快乐 你就会幸福 不是说你吃得很好 住得很好 你就会快乐 你就会幸福 并不是这样 快乐就是你一家人 要彼此相爱 快乐是你一家人 要彼此相爱 一家人的关系好 一家人的关系好 自然就快乐 自然就快乐 那这个就是要有神的道理在信中 这个就是要有神的道理在心中 心中要有神的爱 心中要有神的爱 一家人能够看中信仰 一家人能够看中信仰 所以这两节圣经和刚刚阿摩斯书所说的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快乐 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快乐 一个人的幸福 一个人的幸福 其实跟他钱财没有关系 跟他的钱财是无关系 跟他的享受也没有关系 重要就是内心要有神的道 重要是内心要有神的道 心中要有神的爱 心中要有神的爱 这样你才会过得平安 过得快乐 这样你才会过得平安 过得快乐 这样你才会过得感觉幸福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来追求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来追求的 所以缺少了神的话 所以缺少了神的话 这个心就会觉得空虚 心就会觉得空虚 虽然物质很丰盛 但是你心灵会觉得很空虚 但是你的心灵会觉得很空虚 一样会觉得很痛苦 一样会觉得很痛苦 就活得很痛苦 就是活得很痛苦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人都讲人生是苦海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人都说人生是苦海 人生的苦就是离开神 人生的苦就是离开神 就是心中没有神的话 就是心中没有神的话 你在怎么样有钱 怎么样享受还是痛苦 你再怎么样有钱 再怎么样享受都是痛苦 你想感觉幸福 感觉快乐 感觉不到 你想感觉幸福 感觉快乐 感觉不到 因为这个不是物质能够得到的 因为这个不是物质可以得到 一定要晓得亲近神 心中有神的话 心中有神的话 有神的爱 有神的爱 这样你才会获得平安 才能够获得快乐 才能够活得快乐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了解 今天我们能够信的主 今天我们可以信主 有资格再来亲近神 有资格再来亲近神 就是要来领受这样的生活 就是要来领受这样的生活 如果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恩典 却不晓得来亲近神 来领受这样的恩典 来领受这样的恩典 那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那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个 第二点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我们看十四节 约翰福音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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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若学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学 我所赐的水要在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直涌到永生 主会书对撒玛利亚夫人这样讲 主会书对撒玛利亚夫人这样讲 说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 他说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学 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要成为全员 他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要成为全员 就像河水泉这样一直涌一直涌出来 就好像活水泉一直涌一直涌出来 一直涌到永生 那这个富人听了就很想要得到这种水 富人听到就很想要得到这种水 这样他就不必再这么辛苦出来打水 那么他就不需要再这么辛苦出来打水 因为这个水喝了还会再渴 因为这种水喝了还会再口汗 这个就是世上的水 这个就是世界上的水 也就是指着世上的快乐 你只是指着世界上的快乐 世上的快乐是很短暂的 世界的快乐是很短暂的 你喝了水不口渴了 你喝了水不口渴了 喝了水喝的时候很快乐 你喝的时候很快乐 但是喝完不久又开始渴了 但你喝完没多久又开始渴了 又要喝了 又要喝了 世上的快乐就是这样 很短暂的 一下子就过去了 口渴的感觉还是一样又再回来了 口渴的感觉也一样又再回来 但是属灵的快乐就不同 但属灵的快乐就不同 这个就是主耶稣要试的 就是灵里面的这种快乐 是灵里面的快乐 这种水喝了永远不渴 那这个水就是在讲圣灵 这种水就是讲圣灵 圣灵这个被圣灵所充满 被圣灵所充满 这样的心就会觉得很快乐 这样的心就会觉得很快乐 就会觉得很满足 就会觉得很满足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再看约翰福音第七章 约翰福音第七章 约翰福音七章 来看三十七节 七章三十七节 三十七节 至其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在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者女来 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干河来 三十九节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刺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这个水就是指着圣灵 这个水就是指着圣灵 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从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就是指着信耶稣的人 要领受圣灵讲德 就是指着信耶稣的人 要领受圣灵 主耶稣那个时候 还没有圣灵释下来 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荣耀 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荣耀 就是还没有复活生天 就是他还没有复活生天 等他复活生天 等他复活生天 就释下圣灵来 就赐下圣灵来 所以我们的心要能够得到满足 就是要有主耶稣所赐的活水江河 那这个怎么样成为活水江河 这个意思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 有时候刚得圣灵 可能圣灵没有那么充满 但是圣灵要继续的追求 但是圣灵要继续的追求 就是要渴慕圣灵充满 就是要渴慕圣灵充满 不断的在信仰上一直追求 不断的在圣灵上面追求 慢慢的圣灵就会越来越充满 慢慢圣灵就会越来越充满 最后能够成为活水江河 就是这样你才会觉得不渴 就是这样你才会觉得不渴慕 有些人虽然有圣灵 有些人虽然有圣灵 圣灵一点点 圣灵小小 这样子还是一样会觉得可可 圣经所应许的这种感受 他还是没有体会得到 圣经所应许的这种感受 他还是未体会得到 因为圣灵还不充满 因为圣灵还未充满 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 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四十七章 以西结书四十七章 以西结书四十七章 四十七章从第一节开始 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由第一节开始 这个讲到从圣殿有活水流出来 这个就是圣灵 这个就是圣灵 第三节到第五节就在讲 第三节到第五节就讲 这个水越来越大 这个水越来越大 凉了一千章 那个时候水到怀子谷 这个时候水到怀子谷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去到脚眼的地方 这么高而已 走起来有水跟没水 没有什么差别 有水跟没水差不多 感受不到水的力量 然后又往前进一千章 然后再向前走一千章 水就到膝盖了 水就到膝盖了 这样已经增加很多了 这样已经增加很多了 走路起来就感觉 它已经有影响力了 走上来就觉得已经有影响力了 可以感受这个水的力量 可以感受到水的力量 因为已经到了膝盖了 因为已经去到膝盖了 然后又凉了一千章 然后又凉了一千章 水就来到腰部了 水就去到腰部了 还是一样你还是可以走 但是你会感觉那个水对你的影响已经很大 但你会感觉到水对你的影响已经很大 那又凉了一千章 又凉了一千章 水就变成一条河了 水就变成一条河 你脚踏不到地了 你脚跌不到地 你就没办法再用脚走了 你就没办法再用脚走 就只能浮在水上 就只能够浮在水面上 不能够再用脚走 不能够再用脚走 就是完完全全被圣灵所带领 就是完完全全被圣灵所带领 没有个人的意思 没有个人的意思 就是达到这样的地步 就是达到这样的地步 这个叫做河水的江河 所以这个是要追求的 所以这个是要追求的 不是说我有圣灵 这样就够了 不是说我有圣灵这样就够了 要一直往前进 一直往前走 一直追求 一直到水能够变成一条河 一直令到水能够变成一条河 就像主耶稣讲的 从腹中流出河水的江河来 就像主耶稣所说的 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像江河一样 好像江河一样 这个时候就很有力量 这个时候圣灵的种种的恩典 就可以发生出来 这个时候圣灵种种的恩典 就可以发生出来 然后这个水流到沿海 然后这个水流到沿海 水就变甜了 水就变咸了 本来里头是什么都没有 本身里面什么都没有 是苦的 是苦的 那个生物没办法生存 生物没办法生存 现在这个河水流进去 现在活水流进去 水变成甜的 水就变成甜了 本来苦的生命变成甜的生命 本来是苦的生命变成甜的生命 本来是很多错完很多痛苦的 现在满心喜乐 这个生命会改变 这个生命会改变 这个就是圣灵 这个河水进到里面 这个就是圣灵活水进到里面 而且很多的鱼就生出来了 而且就有很多鱼出来 那个鱼就可以生火 鱼就可以生火 鱼就是指着我们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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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福音工作自然就会很兴旺 就是福音的工作自然就会很兴旺 福音工作为什么不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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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是河嘛 因为不是河 里头还没有鱼啊 里面还没有鱼啊 你要抓到一条鱼都不容易啊 你要抓到一条鱼都不容易啊 这个水没有水不够嘛 就是水不够 今天我们就是这样 今天我们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还没有变成一条鱼 所以其实我们还没有变成一条鱼 如果是河水江河 那个是福音是很兴旺的 如果是活水江河 福音是很兴旺 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子 那那个福音工作就会兴旺起来 福音的工作就会兴旺起来 而且啊 这个河的两旁 会生出这个生命树 而且河的两边会生出生命树 那这个树上 这个会每个月啊 都会结新的果子 这个在十二节有记载 这个在十二节有记载 能够按时结果子 可以按时结果子 就是说啊 这个好的品性能够一直的表现出来 就是好的品费能够一直的表现出来 各样的爱心啊 能够一直的实现出来 各样的爱心能够一直的实现出来 那甚至啊 这个月子也能够智能的低 甚至业子都可以智人的病 就是你自然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那些的问题痛苦 有办法帮他解决 那些的问题痛苦有办法解决 这个就是生命的力量 那当成为河水江河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 所以我们今天信仰不是说 我有圣灵 这样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不是说 我有圣灵就够了 有了圣灵应该靠圣灵更努力的追求 有圣灵要靠圣灵更努力的追求 不是说啊 我有圣灵放心了 我将来可以到天国了 没有圣灵之前积极的祷告 有了圣灵之后反而不祷告 这样是不对的 有了圣灵要更喜欢祷告 有了圣灵要更加喜欢祷告 要更靠着圣灵多祷告 要更加靠着圣灵祷告 这样让我们这个灵性能够一直的成长 像这个圣经所写的一样 就好像圣经所写的一样 有办法一直往前 有办法一直往前 水能够一直的长起来 水能够一直的向上升 圣灵越来越充满 圣灵越来越充满 这样才能够显出圣灵的功用 这样才能够显出圣灵的功用 我们来看诗篇的六十五篇 来看诗篇六十五篇 诗篇六十五篇的第九节 诗篇六十五篇第九节 第九节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 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嬌灌了地 好为人预备五谷 这里讲到神眷顾地 什么样眷顾 降下透雨 透雨就是很大的雨 透雨就是很大的雨 可以渗透到地里面 可以渗透到地里面 雨如果不大只是表面而已 雨如果不大的话只是表面 你看好像湿湿的一挖里头都是干的 你看来好像很湿湿 但一挖下去就全部都是干的 但是雨如果大 足够大 但雨如果够大 它就可以渗透到地里面 它就可以渗透到地里面 这样地就有足够的水 这样地就有足够的水 那这样子 雨水也会带来养分 因为神在这个天空里面 有安排这些地所需要的养分 因为水在天空里面 神有安排地需要的养分 随着闪电 雨下来就降下来了 随着闪电雨降下来就降下来了 那这个就为大地带来的肥美 那神的河就满了水 神的河就满了水 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 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 所以这个雨降下透雨 这个就是有圣灵充满的含义 就好像我们不只是有圣灵 圣灵充满就是充满到 每个圣灵的层面 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圣灵在带领 你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 能够完全信从圣灵 这个就是圣灵渗透到你所有的生命里面 就像这个雨渗透到地里面一样 就好像雨渗透到地里面 这样就带来这个地就大得肥美 说你这样浇灌地 好为人预备五谷 好为人预备五谷 所以这个地自然就可以长出五谷来 所以地自然就可以长出五谷 就可以被缩成 就可以被收成 就是说我们很自然就有这些 好的行为的表现 我们很自然就会有这些好行为的表现 历史就说你交托地的梨谷 第十节讲到你 嬌灌地的梨谷 润瓶梨籍 表示这个地已经梨过了 代表这个地已经梨过了 我们有在乡下种过田就很清楚 我们在乡下种过田就很清楚 以前我们在乡下种过田就会有这个梨迹 这样子水一降下来的时候 地就可以得到暖和 马上就可以耕种了 如果没有梨过 那个地还是硬硬的 地还是硬的 虽然吃了水 虽然喝了水 还是没办法耕种了 但是都是没办法耕种 一样还是要再弄过 一样都要再整过 那这里所讲的地已经先梨过 这里所讲的地已经先梨过 这个就是在讲我们所经历的一些苦难 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些苦难 这些苦难就像把我们的地梨过一样 这些苦难就好像将我们的地梨过一样 就是要来预备领受神的恩典 就是要来预备领受神的恩典 领受圣灵的帮助 因为一个人遇到苦难 因为一个人遇到苦难 他自然就会笑得谦卑 笑得要来靠神 一个人遇到苦难 一个人遇到苦难 自己没有办法 自然就要来求神 自然就要来靠神 会来亲近神 祷告自然就会迫切 这样你才能体会得到圣灵的充满 祷告好迫切 一个祈祷不迫切的人遇到苦难 祈祷就很迫切 什么力量都拿出来 什么力量都拿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没办法 只能靠神 这样圣灵就会充满 这样圣灵就会充满 所以有时候神借着苦难 所以有时候神借着苦难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迫切祷告 让我们更迫切的祷告 让我们祷告的时间更多 让我们祷告的时候更多 更有心祷告 更加有心祷告 这样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圣灵越来越充满 就能够达到圣灵充满的地步 就能够达到圣灵充满的地步 所以有时候信仰真的不能没有苦难 所以有时候信仰真的不能没有苦难 如果没有苦难太平安 真的会睡着了 如果没有苦难太平安 真的会睡着了 有时候祷告也会 选择反而没有力量 有时候祈祷反而显得无力量 但是遇到苦难 自然就会很迫切 但是遇到苦难自然就会很迫切 所以苦难是有需要的 所以苦难是有需要的 我们也要在保护那种苦难的机会 我们也要把握苦难的机会 更多的来亲近神 更多的来祷告依靠神 更多的来祷告依靠神 很自然圣灵就会充满 因为圣灵要充满 就是要这样子常常祷告 够切祷告 因为圣灵要充满 就是要常常祷告 迫切祷告 慢慢的圣灵自然就充满起来 慢慢的圣灵就会充满起来 所以这里所描写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 所以这里所描写 就是有这样的含义 所以藉着这些苦难来帮助我们 藉着这些苦难来帮助我们 这样子就让我们的圣灵越来越充满 这样就让我们的圣灵越来越充满 圣灵充满就滋润地 圣灵充满就滋润地 那已经泥好了 地已经泥好了 就可以播种了 所以到你洒下去 它就会扎根就会发芽 到你洒下去 扎根就会发芽 就会产生果效 其中所发展的蒙尼赐福 其中所发展的蒙尼赐福 就是能够扎根能够成长 最后能够结出果子 最后能够结出果子 所以圣灵的充满是需要的 所以圣灵的充满是需要的 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那我们要常常心要 有那个心要来渴慕圣灵的充满 那有时候我们软弱 祷告不够 有时候我们软弱 祷告不够 神自然就会安排一些环境 帮助我们破戒祷告 神自然就会安排一些环境 让我们迫切祷告 因为有些环境你遇到了 你不祷告你不行 因为有些环境遇到了 你不祷告都不行 很自然就会破戒祷告 这个我会遇到好几次 这个我遇到好几次 那种祷告就是一天到晚只想祷告 那种祷告就是一天到晚只想祷告 因为你感觉不祷告就是活不下去 因为你觉得不祷告就是活不下去 那个心就是一直想要祷告 心就是一直很想祷告 一天到晚就只想祷告 一天到晚只想祷告 有时候有些事 他一段这样连续 祷告了差不多一个月四十天 这样连续这样祷告 有些事情你一下祷告四十天 连续一个月 就这样就可以重新得力 就这样可以重新得力 等到那个问题解决 等到问题解决 想要再回到以前那样祷告 那个心就是没有办法 你想回去之前这样祷告的心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感觉那个 哇 刚在那个当中觉得是痛苦的 在当中你觉得痛苦 但是等到结束以后 很怀念那个时间 因为你想要那样祷告 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想好像这样祷告 你没有办法 就是那个环境 让你才有办法这样祷告 就是那个环境 你有办法这样祷告 一天到晚就只想祷告 一天到晚只想祷告 那个祷告是非常地多 那个祷告是非常地多 很自然就这样 可以重新得力 所以神的恩典会带领帮助 所以神的恩典会带领帮助 这样子让我们的圣灵 能够越来越充满 那这样子这个道理 我们就有力量可以行得出来 这样道理我们就有力量可以行出来 将来就可以被收成了 将来就可以被收成 我们再看诗篇的六十八篇 再看诗篇六十八篇 诗篇六十八篇的第九节 诗篇六十八篇第九节 诗篇六十八篇第九节 第九节 神啊你降下大雨 你产业以色列疲伐的时候 你是他坚固 这里讲到说神啊你降下大雨 当你的产业以色列在疲伐的时候 当你的产业以色列疲伐的时候 你就使他得到坚固 你就使他得到坚固 这里讲的大雨也是有圣灵充满的含义 这里所讲的大雨都是圣灵充满的含义 有时候我们信仰也会有疲伐有软弱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信仰都会疲伐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感觉软弱的时候 这个属灵的事都感觉好像没有兴趣 当我们感觉疲伐的时候 属灵的事好像都没有兴趣 这个聚会也觉得有压力 要读圣经也读不下去 读圣经也读不下去 做圣经也没有那个心 这个就是疲伐的时候 什么事都不想做 什么事都不想做 这个属灵的疲伐就是这样 那怎么样能够重新来得力 就是要神降下大雨 就是圣灵能够再一次充满我们的心 就是圣灵能够再一次充满我们的心 这样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像这个保罗编利提摩太的 就是这样 最后来看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 提摩太后书一章 我们看第六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 次再如火挑旺起来 第七节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紧守的心 这里保罗免礼提摩泰 要再像火一样眺望起来 要像火一样挑旺起来 因为火一直烧一直烧 烧了一段 火势就会降下来 这个是很自然的 谁也逃不了 信仰也是一样 热心一段总会有疲惑的时候 总会有软弱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晓得 怎么样再一次挑旺 我们有考过肉的人就很清楚 那些灰就要给它弄走 灰就要拿走 然后要给它加上新的木材 然后要加上新的木材 然后还要再善风 要认真地删删了一段 要认真善风 我们自己我们都晓得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都晓得的事情 信仰就是这样 信仰就是这样 总要重新眺望的时候 总要重新眺望的时候 那提摩泰虽然是很杰出的传道人 提摩泰虽然是很杰出的传道人 一样的还是有这种软弱 我们每个人信仰都会有这种软弱 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会有这种软弱 所以都有需要怎么样来挑望自己 所以都有需要再一次挑旺自己 因此当我们感觉软弱疲乏的时候 因此当我们感觉软弱疲乏的时候 信仰比较冷淡的时候 信仰比较冷淡的时候 就要晓得怎样再一次挑旺起来 那怎么样挑旺呢 第七节保罗就讲 说因为神是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其他的译本都译成灵 不是胆怯的灵 其他的译本都译成灵 不是胆怯的灵 就是圣灵不是胆怯的灵 是刚强仁爱紧锁的灵 是刚强仁爱紧锁的灵 圣灵是刚强的 圣灵充满自然就刚强起来 圣灵充满自然就刚强起来 圣灵是神的灵 圣灵是神的灵 神就是爱 圣灵充满就是爱心充满 圣灵充满就是爱心充满 圣灵充满一个人的心 圣灵充满一个人的心 自然他就晓得处处要谨守自己 因为圣灵会带领他 会帮助他 他就会谨守神的灵 他就会谨守神的灵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自然会有的表现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自然会有的表现 所以一个人要重新得力 所以一个人要重新得力 就是要借着圣灵 就是要借着圣灵 要祈求圣灵再一次充满 这样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这样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这个就是要求神降下大雨 这个就是要求神降下大雨 圣灵再一次充满我的心 圣灵再一次充满我的心 让我能够有足够的力量 自然这个心就会重新火热起来 自然就会重新有力量 不会感觉疲乏 所以当我们感觉疲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感觉疲乏的时候 就要晓得怎么样 再一次充满如何眺望起来 就要晓得如何再一次充满 因为你疲乏你会觉得痛苦 因为疲乏你会觉得痛苦 什么没有力量 做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没力量做这个也不行 做那个也不行 这样会很痛苦的 这样会很痛苦 你重新得力 身体有力量 你重新得力 身体有力量 这样你就会感觉很轻松 感觉很快乐 感觉很快乐 信仰也都一样 信仰疲乏你会觉得很痛苦 信仰疲乏你都会觉得很痛苦 当再一次火热的时候 再一次光强的时候 这让你的心就会感觉很快乐 自然你的心就会感觉很快乐 所以这个重新得力 这样的工作是有需要的 所以重新得力的这样工作是有需要 所以圣经在讲这个进水不足的地 所以圣经讲 这个永远不能满足 永远都不能够满足 那不能满足那个地 进水不足就没有用了 浸水不足就没有用了 不能产生什么果效 我们的心地就是这样 我们的心地就是这样 所以不能让这个心地 所以不能够满足 所以不能够让心地浸水不足 这样就会觉得很空虚 这样就会觉得很空虚 因为不能种什么 因为不能够种什么 就会觉得很空虚 这样就会感觉活得不快乐 这样你就不会感觉幸福 这样你就不会感觉幸福 因此我们在信仰上就是要有心去追求 盼望神的话能够充满我们的心 盼望神的话能够充满我们的心 盼望神的灵能够充满我们的心 盼望神的心灵可以得到满足 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满足 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满足 可以得到快乐 再来唱诗 再来唱诗 256首 256首